字幕志祥 本集的這位Start Talk的嘉賓 我可以說之前每一次做Start Talk 也好, 平常訪問也好 都會問他什麼時候生日 終於有個蛋黃 恭喜你, J 謝謝… 你好, J 歡迎你來自你Start Talk 是啊, 不知道我記得多幾次 多幾次 多幾次的生日也不要緊 例如我延遲問你何時生嬰兒 有些朋友已經沒有不停針對這個問題 你自己是否也沒有不停針對這個問題 其實我想已經少了 因為這次也是突然開完澳門的演唱會 突然間就突如其來 我覺得真的有安排 當你知道有小朋友時 你第一下的反應是怎樣 很意想不到還是嘭 嘻嘻嘻試過 Such久的事情 終於誕生世了 早知道有時 Reich道是不相信的 自對家裡驗上 對演唱會 你知身體一來是熟 二來又很疲 三來心力不為那些 我們現在沒有思考 不會再窺踏 在診所時 我們一方面照樣有話 我們倆只是難以置信 有沒有喊出來的那樣 我們又裝得很冷靜 很多人在身邊 但心裡是按耐不轉 按耐不轉的樣子 我們不是哭 那個舞步是夢幻 是否真的 你不相信但很開心 知道這次應該是真的 你覺得你開心點 還是楊先生開心點 我們倆都開心得不得了 因為這件事太難了 這件事我們會很珍惜 表面好像放鬆了 表面而已 但底部其實很乖 我做了很多事 例如在食療方面 其實一年前我已經開始 那些人說喝蠔棗水、喝薑 總之女人暖身的東西 我真的每天都做 沒有任何辦法 我又不吃得太多中藥 因為我之前補到心裡有些事 之後晚上每天都浸腳 我覺得在我自己盡了人事 你明白嗎 在調理方面 對,在調理方面 其實你說沒有放鬆 可能在說想要小朋友 那方面我們沒有這樣想 但在我自己個人的調理 我其實擺了一整年時間 有多很乖的做 楊先生會否很緊張你所有事情 勒令很多事情不讓你做 勒令 戒嚴 可能是晚上8時一定要回家 有些外出已經很好 是不是 白天回家 你真是妄想 太累了 那些甚麼爬低、爬高、舉高 手、舉高、腳 有否試過在家裡想拿東西 又被人罵 他很緊張 這個動作真的很危險 喂… 然後我正在說,甚麼事 我出來吃飯 你能吃嗎?這些… 每一個朋友都問你 你能吃嗎?這些花生 你能吃嗎?甚麼能吃嗎? 令我覺得其實整台東西 我都不能吃 好像很沒意義 其實我不如不要出去吃飯 有甚麼東西突然想吃 叫老公買的嗎 我有… 被人拍過的 有雞蛋仔… 特色機無神,晚上回來 算是這樣的 在家附近不是深井 起碼可以買 對 我其實期待這個時刻很久 人家說晚上3時 吃乾炒牛河、吃點心 我期待這些女王的時間不太多 為何我沒有 我肚子肚子不太想吃 那些東西 為何我吃那些東西 是甚麼呢?梳打餅 為何晚上很想吃 裡面的店還可以買 對… 為何我又這麼簡單 就是要享受一下過程 我一是嬰兒很疼爸爸 反而你家裡的小狗有梳醋 牠也有 對,有否覺得很神奇 有感覺到 因為我沒想到他會感覺到那麼快 其實她兩個多月已經感受到 我一開始也不知道, 她平時很乖 她比那些嚴刑彈還準確 她可能還準確 是嗎 她突然間那兩個月 是黏了線, 亂來…大小便 亂來…陌生一點, 不是家裡的地方 她不會去廁所 她會忍…忍到回家 她那次去到老爺娜家 一到別人的桌子, 立刻在那裡 就在那裡弄一棟 她說, 怎麼了? 她在那裡拆掉了嗎 是 後來我才上網看, 原來小狗是嗅到的 你的身體的改變 後來我知道後 後來我跟她聊天, 再說 然後開始給肚子跟她說 真的好像小朋友一樣 現在她知道了 一結胎, 讓她親吻, 就會親吻 那一次很好笑 我說, 其實是否我自己 以為她會親吻就親吻 其實隨便結胎一隻大腿 可能她也會親吻 對… 然後老婆, 不如你也結胎 然後你那裡, 真是嗅 她喝了一口, 再捕在那裡 她真的知道了 她捕在那裡, 可能她聞到 裡面有一個生命 有一個生命在裡面, 是不一樣的 老公, 揭開可能只是食物和脂肪 沒有理會, 眼尾罩 但是很好笑 剛才也說, 這個寶寶是突然其來 會否打亂你很多工作計劃 她本身是開始入籍, 試試申請洪管 因為我們已經好幾年沒有了 想著, 不如籌備一下 因為入籍後可能也要一年多 要一年多次 可能2016年尾或2017年也不頂 誰知道她在11月、12月時就知道了 然後工作全部都不能停 10月時差不多兩個多月 那段時間是辛苦得… 吐、暈、眼睡 那些眼睡是正如關機的 在TVB那次的班長 是勁歌班長 那個真的好 我打算補飲, 應該不錯 但那陣子就開始… 6時給她很難睡 然後中間又吐又暈 後台見到你進出洗手間很多次 很多次, 對 中間去吐, 是嗎? 對 而且你才有TVB很多人的廁所 然後你不可以在外面… 不可以, 吐得很大聲 對, 要忍著… 要沒有聲音, 但又要吐 那個狀態是… 很辛苦, 還要花時間 只剩下五分鐘, 你要跑進去 我也很害怕, 現在又會做錯事 你知道, 為何是這樣的狀況 你知道我的, 是嗎 不是說我聽不懂做甚麼 是 我也很貪心, 按著自己 你不要亂來 有聽錯嗎 最辛苦的時間是… 幸好在那段時間就過了 預備了一首歌, 想過了年就派台 就是現在派台的一首 《空心仁》 第一次聽的時候就會覺得 又是一首苦情歌 但你錄音的時候 應該是否知道有了小朋友 你自己知道… 對, 這麼開心的狀態 要錄一首苦情歌 是 感覺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很多年都沒有做苦情歌 今年突然說 不如明年就製作一首這樣的歌 特意去籌備 我錄音是有一個癖後 就是我一個節奏 我三個小時後不停 怎樣是可以坐在這裡唱的呢 有甚麼辦法呢 我就要扮腳傷了 我找到我上次演唱會 弄傷了腳的腳套 我一直戴著 而且那場戲是很認真的 去到孫文 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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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相信我的腳傷 然後錄了兩天 錄完之後 其實他去了旅行一個月 一個月後才再回來 那才是最挑戰 怎樣一個月後我的腳還沒好呢 我斷了腳, 難道不痛 不知道怎樣再說了 你再騙著 不能騙的了 你的腳還沒好嗎 我好起來了… 然後我就說 對, 因為前兩次都是坐在這裡唱 那部電影是坐在這裡的 不如我們也坐在這裡 然後我站在這裡的感覺又不同了 好…要坐在這裡唱 我也不想騙人 但這些是孫婦沒辦法說的美麗方言 就是沒辦法說真話 你也是鬼馬 錄的時候會不會很大掙扎 因為和你的心情真的不同 以前你唱苦情歌的時候 可能會想起以前的失戀 有多慘, 突然想起 但你現在有一個小生命 在裡面很開心的時候 會不會是很矛盾 很古怪的 這件事也很古怪 又怕會影響她的情緒 雖然幸好當時她沒有聽覺 以我那星期 其實還未跌 但她已經聽覺 就好一點, 聽不到唱歌 其實我比較難投入 因為我自己的開心指數 就是爆燈 你怎麼突然這麼爆燈 突然去到一個完全灰暗 到不得了的一個絕處 這首算不算是你入行以來 最苦的慘情歌嗎 這首是最痛的 以前那些層次是 不擔心給你的心房 說是臉上 我現在很傷心, 失戀 空心人是 我現在很傷心 我現在要躲在廁所 我不想見到人 已經打算沒有生命去解決 但你偏偏就多了生命 對 所以你想想是多麼複雜 雖然明白我是多麼會演戲 對, 你浪費了 我應該去演戲 最佳女主角 唱出來的… 書文也很好 他真的可以帶你進入到這樣的狀態 其實一般音樂人 如果沒有給一個框框 要寫一些我要正面 我要甜蜜 或者我要搞笑的 大部分都會給我一些悲情的東西 好像是相絕了 關心而就等於苦情歌一樣 可能這是我真的的標準 你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其實你有標準比沒有的標準 開始拖駕給他甚麼特別的歌 盡量給我的歌 他喜歡我們唱歌 他會有反應 我們有時候晚上睡覺 我們也會跟他聊天 然後會唱一首歌給他聽 睡覺嗎 睡覺 那是我老公的想法 現在唱好 到他將來出來的時候 唱這些歌時段就會睡覺 是我們天真的想法 他喜歡聽快歌 可能給他聽C12 就是看胃閒的時候 一開始表演都會以為 真的沒事 很冷靜 到他播放一些快歌 就是即刻很活躍 踢踢踢踢 他踢到凌晨3時 希望他睡不著覺 大家有一條問題都很想問 阿J會否生了小孩之後 的工作去向會是怎樣 會否自己真的很清晰 開始思考未來的方向 究竟會是怎樣 我突然間的人的快樂指數 即爆燈 是那個開心 是喜歡感受到新生命的感覺 我開心、愛、幸福、滿捨 我從來都沒有這些歌唱得正確 希望因為這個寶寶 能夠開拓到一個新的方向 未試過 本身是在2017演唱會 可能有計劃 但到時看到那個寶寶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會… 可能你會不捨得自己去工作 又放下寶寶 對 我真的想不到原來 可能媽媽比較貪玩的 是要重量的 但我不貪玩 我會不會出去變成貪玩 我會再重量 我會不會出現 我也很害怕 我也不感覺不懂 我現在只知道有這個小朋友 她說每個人都說小朋友先走 公司也好 她說其實先讓你生完 你覺得你是否一個 稱職的媽媽 現在說到自己 現在甚麼都不懂 我想我應該是… 我會很照顧她 因為我和我老公 都是很喜歡照顧別人 很多朋友給我看很多書 我現在全部好像快要考大學 學得多少 最想給到小朋友甚麼 可能你以前的一些經歷 就是經驗告訴你 你想他做到甚麼 我自己因為是一個破碎家庭 首先我當然是希望 給他一個完整的家庭 給他一個充滿愛的家庭 我希望他甚麼都會跟我說 他不怕甚麼都會跟我分享 我也可以是一個 比較開放的媽媽 可能你的做法 會不會想跟他做朋友多一點 密切一點的 我希望他對我們這個世界 幫助別人 他需要愛人 而不是我自己 有很多東西 但你沒有去分享 這是我很小時候 要培養他有這份心 我很希望你的小朋友 都快過長大了 記住不要不做事 立即做STARTOP 甚麼都不做 我都不做 最重要是小朋友又開心 你又開心 家庭美滿 好嗎 Thank you Thank you